这万万没想到 把虾头剪下来煎一煎 外边一分一百多的饭 在家用十几块钱就搞定了 虾头煎出虾油 一定要倒入我家的开水 再把虾头捞出来留着备用 倒入一碗洗好的大米 小火先煮二十分钟 在锅边放一只筷子 再扣盖 它就不会铺了 早上我们家就爱吃这个鸡蛋灌饼 它配料表干净 没有反式脂肪酸 一袋二十片 还有自带的灌饼酱和小刷子 不用解冻 直接煎两三分钟就骨个大包 是不是特别好玩 一个小红星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就麻烦您点个小红星知识一下吗 非常的感谢 再戳个洞 把鸡蛋液灌进去 鸡蛋熟了 饼也就能出锅了 刷上自带的酱料 放生菜 黄瓜 火腿肠 和外边卖的一样好吃 自己做干净又卫生 这时候粥也差不多粘活 放上刚才剪头的下 一把生菜 一勺盐调味 下人蔬菜粥也做好了 鸡蛋灌饼不管是配牛奶 豆浆 虾仁粥 大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就赶快收藏做起来吧